鼓针扫摇弹奏的方法 首先扫摇扫在前摇在后 扫是用的中指扫三到五根琴弦 如果摇低音骚 我们扫的琴弦是背低音骚到低音骚中间的 三根琴弦四根琴弦 这时候中指扫大指 扫拖扫拖四下 速度加快的情况下是你的扫和批是一起的 第二种练习方法是你先摇起来 摇的时候是不扎桩摇是进行悬摇的 所以说小指不作为扎桩摇 进行悬摇练习之后 然后再进行扫摇的练习 扫摇 第二种练习方法摇起来之后 中指伸出来 扫 中指准备好 扫 在扫的过程中切剧有一点 不要因为扫 让这个大指离开你所摇的琴弦 这样的练习 出现断 不好听 不连贯 所以说我们这是摇指不离琴弦的情况下 中指伸出来 迅速收回 伸出去 迅速收回 我们摇指的过程中 一定是先连贯的 扫在前 摇在后 这是扫摇的练习方法 好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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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